歡迎大家,很高興大家今天來參加一個月兩次的講座 今天算是一個新的開始,因為我們有規劃一系列的 再來有十二趟,三個月這樣子的一個系列 剛才那位Jimmy跟我們兩個輪替的分享 我的部分,這個算是再來六堂的一個開始 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所謂的全方位的 就是全面性的這種孩子的,來了解孩子的發展跟成長跟教育 今天算是一個概論,就是把這幾個面向稍微讓大家了解 以後的內容就會挑其中的這五個面向,比較深入的跟大家一起探討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概論 我們在想我們的孩子的教養的時候 我覺得有兩個很關鍵的一個概念 我想我們可以從這邊成為我們的一個出發點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最終希望看到的是孩子的一個發展 從原來他是極度的高度的依賴著我們 一直到他獨立,甚至到最後一個居然是一個互相依賴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就是說,一開始他在母腹裡面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靠著你活著 那他出生開始之後,他應該就是越來越獨立,越來越分離,越來越有能力 然後甚至到最後變成不單單他有能力自己可以獨立 他還可以幫助我,幫助他四周圍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生的一個發展 從依賴到獨立到相依,所謂的interdependence 因為我們人本來就是應該是一個互相依賴的一個群體 所以他要發展到要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這個當然是在所有領域 可能他小的時候,他基本上餵食,上廁所,剛出生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要完完全全都為他做 那他稍微大一點,他也許可以參與一些自身的治理,自己的照顧 甚至可以參與一些家事 那他也可能要學習金錢的管理 他一開始所有的資源都是你提供給他 可是他漸漸應該是,越長越大的時候 他越能夠為自己的理財負責 甚至他甚至都可以幫助他四周圍的人 我想這個都是,不同的領域都是這個樣子 他的事業發展,他的學習都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個概念,我也知道在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解讀 像西方文化,美國的話,他的獨立性是非常強的 所以基本上很多家庭,你18歲了,你可以離開了 自己去求生,自己去找工作,你大學自己負責 他就是非常獨立的 他們可能更早就會一直推向獨立的一個發展 那東方的文化,甚至中東的文化,以色列的文化 從聖經角度來看,我們也看到 其實東方的文化很像不是獨立性那麼強 那個家庭的關係的因素重的非常多 所以他其實是長大了,三四十歲的 對一個以色列的家族,特別是在聖經的這種早期 他們還是覺得他們是年輕人 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智慧 所以你看說聖經的故事 大衛王,他為他兒子所羅門王 他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可是他還是為他的兒子所羅門王 預備他以後登記之後的一些 不論是聖殿的建造 或者是幫他鞏固他的權勢等等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這個獨立性不太一樣 所以你也不是說美國這種獨立性才是獨立性 或者是東方這個 我們可能台灣人的家庭關係就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獨立性會有差別 不是說哪一個是對哪一個是錯 哪一個是好哪一個是不好 但是不論怎麼樣 你還是看得出來說 本來還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從依賴到獨立到相依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角度來看孩子的成長的話 那我們的角色也是在不同的階段要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做父母親的角色 所以我們一開始比較是一個照顧者 完完全全的為你做 那再來他稍微比較 越來越獨立的時候 我的角色要越少的照顧的身份 越多是教練的身份 是協助他一起去想說他自己可以怎麼做 發展他的能力 然後到他長更大的時候 我們甚至連教練的角色都比較少 變成是夥伴 甚至有些事情他要告訴我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也是自然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的角色也不一樣 但是我也知道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特別是媽媽們 因為我們習慣照顧 我們就是有這種照顧的傾向 或者是我們的動機很強 他其實不需要的 我們還是想要照顧他 所以我們自己的角色也是要調整 我們的心態也要調整 所以跟著孩子的成長 我們自己也要成長 那這個角色呢 所需要的能力也都不一樣 照顧著者的角色跟教練的角色 這個教練的角色其實是 在某個程度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要怎麼樣去了解他的個體的特質是什麼 因為每個孩子又不一樣 那怎麼樣去發掘 怎麼樣去聽 怎麼樣去跟他一起去探索 然後到夥伴 夥伴的角色也不一樣 變成我們要比較謙卑 甚至要接受他的一些意見 好所以那個階段是不太一樣的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就是成長的時候 他要從這個依賴性的到獨立 到一個互相依賴 那我們角色要變成一個照顧者 從一個照顧者到一個教練 那甚至到夥伴 這個是一個改變 好這是第一個概念 好那第二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他在這個變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找到自己 他到底是誰 而且他這個是會一直變化 因為每個人在成長 我們就是越發覺自己是誰 那越發覺的意思就是 我在變化 我在成長 我在改變 那這個過程呢 他必須要嘗試 測試他到底他的界限在什麼地方 好這個界限的概念就是說 我有什麼能力 我的能力範圍在哪裡 好這個是我的能力的界限 好那我的價值觀在哪裡 這是我信念的一個界限 好那或者是我是誰 好這是我個體這個的界限 什麼事情對我重要 好這個都是我的界限 那他必須要去嘗試 要去測試去找出他這個界限在什麼地方 那他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要知道你的界限在哪裡 什麼事情是會惹活你的 好什麼事情會讓你很煩的 什麼事情是會讓你受不了 因為這是你的價值觀 或者是你的能力的範圍 他也他也必須要了解 你的界限在哪裡 我的界限在哪裡 那這個測試的過程呢 我們常常感覺他是在叛逆 好因為他就是要推嘛 他才推要去碰要去戳 才知道界限在哪裡 好可是但是我們了解說 這個其實是在測試界限 他要尋找他的定位在哪裡 而不是在叛逆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在叛逆 好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應付的方式 我們輔導他的方式 就會完全不一樣 如果是真正的叛逆的話 這個當然是要禁止的 這個是要讓他知道這個是錯的 可是常常孩子其實不是 他是在探索這個世界 好舉個例子好了 像小baby他一出生 他沒有辦法溝通 他只能用哭的 好可是我也記得我以前 我那個小子 孩子才小的時候看很多書 他說哭就是他的叛逆 好你就是要教他不能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小baby怎麼知道呢 他不可能嘛 所以我說那時候就看這些書 其實我覺得現在才了解 其實大腦的發展這個是不符合的 好那但是他是用他那個方式來溝通 然後他要看看他的反應是什麼 別人的反應是什麼 好所以他這個不是叛逆 這個是他的溝通方式 他要對這個世界有一個認知 說我這樣子的行為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那這也是反應出他的身體的需求 對不對 好那長大一點呢 他可能就開始用碰的 什麼東西都塞嘴巴 好因為他的味覺 觸覺是他去認識這個世界 到底長了什麼樣子的一個方式 味覺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他正在收集很多很多這個資訊 讓他的大腦去能夠開始辨別 對這個世界有個認識 好可是他常常就會 我們就說這個不能碰那個不能吃對不對 好當然這也是很重要 這也是給他一個界線的定義在什麼地方 但是他去碰這些東西 你把他拉回來他又爬過去再去能 這個是他不是在叛逆 他是在探索 好所以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的話 你就不會說這個行為也是錯了要打 那個行為也是錯了要罵對不對 這個完全不同的解讀 好那再大一點 他可能兩歲三歲 那個兩歲三歲小孩子最喜歡說的就是 No 或者是我要自己來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要知道說 他可不可以對自己也畫個界線 說這個是我不喜歡的 他能不能夠表達他的欲望 他的喜好 那他說他要自己來 也是他要看看他的能力在什麼地方 他看到學到你在做的事情 他是不是也可以做 好這個是他探索的方式 好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氣 他自己故意要找你麻煩 好那再大一點的話 可能到 我覺得我們一般來講 可能小學是可能二三年級 通常是最怪的時候 什麼都很像最甜的時候 然後最跟那個最願意跟家長親近的時候 不是所有的 但是通常是這個樣子 好 好 那但是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他們的動機反而會被抹殺了 因為他們只是為了要討好你 或者是他為了要聽話 要為了展現他很乖 他本來想要嘗試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嘗試 其實我們發覺很多小孩子的那種內在動機 是在這個年齡被抹殺掉 因為我們這個也不行 那也不行 這個也危險 那個也危險 所以他嘗試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在他的發展的這個大腦發展的過程當中 這個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他們有一個研究說 你問這個二三年級的小朋友說 你是不是畫家 你是不是畫家 每個人都說對 我很會畫畫 好 大概四五年級之後 就沒有人敢講 因為他們都說你這畫得不好 你這個也不會 就是被唸太多 他變成不敢嘗試 也不敢發展 所以這個是 因為他還是在找他的界線在什麼地方 他的能力在什麼地方 當然這也不是說完全不好 因為我們的能力發展也不是無限的 不是所有領域的 他還是要能夠聚焦 但是這個聚焦過程通常比較是在 Teenage Years 就是十歲之後十幾歲開始 那個時候是我們的 他孩子的大腦的修剪期 因為之前他的腦神經做了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連結跟觀念 但是他的用的這個範圍太廣了 就是變成太雜太分散 所以這個時候他開始修剪 讓他能夠聚焦 所以他做能力也有很大的一些發展 可是變成也是很像 比較糊塗 有時候那個 那個 青少年會覺得很像比較糊塗 那或者甚至比較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行為情緒等等 這個不是荷爾蒙的問題 而是他在另外一個 比較專注一些領域的這種發展 所以他這個時候也覺得很像比較叛逆 因為他也要嘗試 那這些新發掘的能力跟喜好 他到底能不能夠去嘗試 或者去發展去追求 他是不是能夠去體驗 因為他也在探索 其實這個都是一些探索的探索的過程 好 所以這個是一些範例 就是他怎麼樣去測試他的界限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界限探索的過程並不代表是叛逆 但是他需要引導 需要coaching 需要這樣子一個陪伴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剛才講的 我們很重要的家長一個角色就是 要繼續培養他有內在的動機 好 不要去抹殺那個內在動機 那從不同的研究來看 他們知道說內在動機大概有三個很必須要有的要素 好 內在動機讓他自己會想去做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家長要從他是 本來是依賴的到獨立的到相依的 好 這樣子的一個成長過程 那他在這個成長過程 他會去探索 去找出他知道到底是誰 那我們可以幫助他這個過程去找出他是誰 所以也不是說我認為你該怎麼樣發展 我有一個模子給你 你就乖乖照這樣去找 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的角色比較是 了解神給他的特質是什麼 神造他的目的是什麼 給他甚至他的人生的使命是什麼 那我們要跟他一起去發掘神的心意 然後幫助他在這個過程當中成長 那這個成長很重要的一點 讓他可以發展就是我們要讓他自己 會想要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因為不可能跟他一輩子 對不對 那我們不在的時候怎麼辦 或者是沒有看到的時候他在學校怎麼辦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要培養他的一個內在東西 那內在東西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他要有對做一些事情的目的 他自己內心他覺得目的是什麼 這個要很清楚 其實我們也都是這個樣子 如果我覺得做這件事情有意義 我們就會很想去做 孩子也是一樣 讓他感受到這個事情是不是有意義的 是不是有價值的 他自己自然會去想去做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是所謂的專精 專精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這個領域 他是不是可以覺得有機會不斷的學習 可以成長 他覺得有成就 他就像小孩子走路的時候 他可以就是爬 然後勉強站起來又跌下去 然後他還是會想要去爬 因為他發覺說他其實這樣一直這樣子試 他腿會越來越有力 他就可以很像站著高一點 然後站著高一點 他是有越來越強的能力的這樣子一個感覺 從我們大腦的神經傳遞值 其實是有所謂的多巴胺反應 會讓你覺得一直想去做的 是一種獎勵反應 所以如果他覺得他這件事情上面一直有進展 他就會一直想去做 那當然比較不好的範例就是 你打電動玩具也是 你越打分數越高也是會有類似的 對 因為他這也是類似多巴胺反應 可是這個多巴胺反應 他在大腦裡面的目的是 讓我們去不斷的學習 想要學習 甚至有這個動力 內在動力去學習 所以如果一件事情你給他 是他覺得一直有 這樣微小的進展 他這個是很有吸引力的 難度一下太高的 他一下上不去的 那個就會抹殺他的動力 太簡單的也會抹殺他的動力 他覺得這沒有挑戰 所以他這個難度就是要 比他現在能力再高一點點 然後他需要花力氣才能夠打得到 可是又不會太困難 讓他覺得打不到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學習都是這樣 這個是最佳的學習的狀態 那所以他接受這個挑戰 就每個人應該是不太一樣 因為每個人的能力啊 精力啊時間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那個挑戰程度 就是安排時間跟誰一起學習 如果他有一些選擇 他可以決定他怎麼樣去學 他的動機會高很多 而不是說我就是告訴你 一定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一定要在這個時間 然後一定要跟 要跟這個某個同學在一起 或者是你要跟某個老師 如果他在這個 我們也知道說當然不可能完全他選 但是如果他的選擇性是比較高 他的自主性比較高的時候 通常他的動機會強很多 所以我們也常常發覺 說他有興趣的事情 他可以自己在那邊 好幾個小時很專心對不對 好這個是他有強大的內在動力 因為他又能夠自主 然後他又有一次在進步 然後他覺得那件事情很有抑鬱 好所以他那些事情就 就對他來講 學習的那個動機就非常強 所以如果我們在他的成長過程當中 更多的塑造這樣子的一個 刺激他或者是鼓勵他 內在動機的環境的話 他也可以從當中學習到說 其實我做不同的事情 是有意義的價值的 我會想去做 而不會只是說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的社會 我覺得特別的一種環境帶來的危機吧 就是太多人造的東西 來取代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應該對學習的愛好 比較多的這樣子就是 你電視的連續劑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你每次多看就覺得多發覺一些東西 好雖然你不是真正學到什麼東西 可是他有給你一種 那個很像你越來越認識這個 這一群人 然後你也是一種 然後你也是一種 那種多發案的反應 或者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電玩 這個都是 我是覺得他已經搶奪了 我們應該有了這種內在動機 對學習的一個動機 所以目的專精跟自主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大的架構 那從這個大的架構當中呢 有哪些生活領域 我們是希望可以培養孩子 有這樣子一個自主的能力 好 然後他會自己會有內在的東西去 顧好這幾個領域 然後可能他比較小的時候 當然是我們要幫他安排 可是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他們自己可以去選擇 這樣子好的生活習慣 讓他可以自己不斷成長 好 所以接下來 我今天就會很快的把這五個領域 稍微介紹一下 那之後 會再比較深入探討這五個領域 好 不過整個成長的一個大的架構 是剛才這樣講的 從一個 依賴到獨立到 互相依賴這樣 好 那五個領域的話 第一個就是飲食的部分 飲食的策略 好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 在小的時候 在長大的時候 那個 飲食的習慣 對 其實也不是只有對小孩子成長 對我們自己現在都是非常重要 好 如果我們飲食沒有顧好 有很多其他策略也很難執行 好 我自己是在做大腦訓練 然後健康教練 那我常常很多人說 啊我 精神不好啦 我覺得記憶力不好啦 專注力不好啦 好 等等的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我改善 好 你通常亂吃東西的話 你什麼方式都沒有 不用講 基本上 你 因為 最基本的 你身體的每個細胞的運作沒有補好 你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真正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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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什麼症狀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改善 即使我用很好的大腦訓練的方式 讓你腦神經活化了 可是你沒有給他好的養分 也沒有辦法保持 好 所以這是最基礎的 飲食策略的改善 特別是現在 因為我們 我知道我們大家 飲食習慣 因為太方便 台灣真的是太方便了 要吃 你只要走出外面 到處都有東西可以吃 然後他都會把它 因為商人要賺錢 所以把它做得超級美味 可是裡面其實都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所以我們只是吃了很多熱量 然後吃了很多毒素 可是沒有真正給我們身體 每個細胞它所需要的營養 所以它會影響到我們的荷爾蒙 影響到我們的腦神經酸力值 它會讓我們的肌耐力有受損 還有我們的能量轉換不良 這個跟精神啊大腦功能 因為能量轉換不良的時候 最明顯的就是大腦功能 因為我們大腦的能量的需求是 我們人體所有器官當中最大的 我們大腦大概只有 差不多一點多公斤 一點五公斤 我們可能以體重的百分之二 三大概這樣子 可是我們至少需要 我們每天熱量的百分之二十 二十五甚至到三十 那小朋友來講 特別是baby來講 他可能是他每天需要熱量的百分之七十 就是在發展的大腦 那個能量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你沒有給它正確好的東西的話 這個當然是會有問題 那再加上可能外面的飲食 這種污染物啦 色素啦 防腐劑啦 其實這些污染物其實是蠻嚴重的 我們也知道所謂很多現代病 都是因為飲食的關係 或者是飲水的關係來引起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領域 我們可以藉著我們了解 但是其實也不是很難 不是很難 我們就是要很簡單的一個 summary 就是你要吃原型食物自己做 基本上大概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排除 可以排除很多很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問題 對 原型食物自己做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下次我可以比較深入的說明 有哪些可以要注意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領域 那再來就是體能 我們人體的設計是要可以跑可以跳可以扛東西的 那但是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生活習慣是顛倒 我們就是每天坐在那邊 工作也做休閒也做 所以都是基本上我們應該有的這個功能都沒有 那我們想說這個沒有關係啊 我們就很多工具來取代啊 我們為什麼還需要這些功能 可是我們人體設計不是這麼單面向的 你肌肉骨骼的功能不好 你的大腦功能也會不好 你的代謝功能也不好 你身體的排毒功能也會不好 好 我們知道常常聽到那個淋巴線很重要對不對 那因為它是我們排毒的機制 可是你坐在那邊不動 它的淋巴系統的運作就會被阻礙 受到阻礙 好 所以我們因為每次動的時候 我們肌肉緊繃的時候 那個說髒的時候 它是有點像是把那個淋巴系統做一個 massage 它就在擠壓 其實它的運作 許多部分是要靠你的肌肉的這個緩動在推著它 那我們也知道運動也是對大腦的這個自身值 好 一種大腦的內部的成長荷爾蒙很重要 你沒有動它這個量就會少 你的大腦細胞的活化就會少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相關的 所以學校把體育課覺得說要多補一些英文數學 體育課不要上 這個是很傷孩子的 好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之後也講一些運動方面的策略 好 那再來當然我剛才講的其實已經講到蠻多大腦 因為我們最甘心的常常就是大腦 也是沒有錯 因為它是控制我們身體所有功能的中央處理器 那可是現代的社會的生活習慣跟環境真的是滿傷大腦 包括像這種室內的燈就也是一樣 所以我常常不是很喜歡那個在室內 或者室內裡我就盡量可以有陽光 因為我們一般的燈為了節電的燈 LED的燈 它的光的frequency 跟它的光的類型 對於很多人來講是敏感的 甚至它會降低我們身體那個力線體 力線體系跟有點像細胞發電機的這樣一個概念 它會降低它的效率 所以有些人覺得在這種燈一陣子之後覺得很累 我寧願關掉 或者是我就戴那種聚紅色的眼睛 把這個藍光譜把它擋掉 再來剛才提到的就是我們長座、久座很少在動 或者是我們的這種電子媒體太多 或者是社交媒體也好或者是遊戲也好 所以這個在許多層次對我們大腦都是一種傷害 然後再加上整個社會這種對壓力的感覺 並不是說我們在這個社會 現代社會更多危險 而是我們覺得更多危險 只是這樣子而已 你從你相對的跟過去的歷史來比 其實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更安全的 物質是更豐富的 可是每個人的壓力 你從壓力線素 從那個皮脂唇來看 其實是壓力反應是更高的 你看每個人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經系統 都是在交感神經過剩的狀態 其實這就表示我們都是在壓力高的狀態 雖然是更安全的世界 所以這個都是對大腦的一些傷害 那我們如果了解這些傷害來源 你有什麼策略可以去避免的話 這個當然就很有幫助 那親子的互動對這個領域來講 是可能比大家想像的還更關鍵性更強更大更重要 我最近在訓練一個成人大人 他在做大腦訓練 他其實有很大的進展 他主要是憂鬱症癌 那到進展到一個程度 可是他覺得很像有點卡到了 不曉得為什麼很像沒有辦法再進展 那我們就開始探索 那才發覺其實他很多 他腦功能有了 可是他心裡過不去的東西 是他小的時候 家庭長大跟父母親互動的一個關係 跟弟兄姐妹互動的一些衝突的關係 他那個恐懼還是會一直回來 他如果不去想他 他的大腦功能就非常好 可是每次想的時候 他那個警報系統一想 他整個大腦好像癱瘓 就沒辦法運作 所以我們就開始變成要處理這個部分 可是你看其他人 如果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得到很好的父母親的這種支持跟關懷 他覺得他是被愛的 那個就完全不一樣 他變成抗壓性很高很強 所以這個跟大腦的反應很有直接關係 所以我們跟孩子的互動很重要 但是這個也不要 有時候我們講到這個會覺得說 那我們是不是以前都做錯了 然後就開始擔心 我覺得也不需要 因為這個是可以修復的 而且不是很難 你只要願意有這種關係上面的修復 其實都是可以的 好這個是大腦的策略 好所以再講到就是修復了 修復 當然修復我剛才講的這個是 心理層面的修復 情感層面 人際關係層面的修復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的身體也要修復 心理的修復跟生理的修復都很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包括 他是不是有足夠的睡眠 睡眠對人的修復是大概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不吃 可是你一個晚上沒有睡好 你如果說一個晚上沒睡 或者是只睡三四個小時 你第二天血糖反應 就基本像是一個糖尿病前期的人一樣 你的胰島素的敏感度就會降那麼多 所以這個睡眠對身體的反應是非常非常強的 然後你一個晚上沒睡好 隔天的運作有點像在酒醉的狀態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現在我看很多人都是晚上沒睡好 失眠然後靠安眠藥 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前一陣子才在我的FB上面分享一篇台灣用安眠藥的比例 所以台灣其實是壓力很大 所以很多人睡不好 所以用安眠藥的量是非常大 可是我們在用安眠藥的時候 安眠藥是比較像是一個催眠劑 他們叫做Sedative Hypnotic 它是催眠或者是讓你昏迷 但是它不是讓你真正睡覺 它這個在腦波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大腦是需要真正的睡眠 才會排毒 才會記憶重整 才會儲存記憶 你才有辦法學習 那我們身體也是一樣 身體的修復 如果你沒有睡得很好 你身體的重建 不論是細胞重建 內臟重建 這些機制都沒有辦法好好運作 假設你說 像我是愛鍛鍊身體的 你鍛鍊的強度很高 可是你晚上沒有睡覺 基本上是白練 因為你身體真正成長 是在睡眠的時候 在修復過的腦中成長 孩子更是這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小孩子的睡眠是這麼重要 不然他白天學習的都白學 因為他是靠晚上睡覺的時候 大腦才會處理他學習的記憶 所以睡眠玩爽也是很重要 這也是修復的策略之一 我太太常常念我 我說你都沒有好好玩 沒有玩爽很重 所以他就強迫我要去玩爽 或者是空白 給自己空白的時間 所以這些都是修復 甚至心靈修復的策略 像我雖然比較少在出去玩 但是每天的這種半個小時的靈修時間 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我覺得需要比較多就會更長 但是至少一定要 對我來講 我不能沒有那半個小時 因為這個也是一種修復 好 最後再談 那可以怎麼樣做 修復策略 那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心靈的策略 剛才已經稍微開始提到了 這個大概都有關聯性 心靈的策略 我想我們希望看到的孩子發展是 他真的是照著神的心意去發展 而不是可能這個社會告訴他 你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他的同學告訴他 你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或者是一個社群媒體告訴他 你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想這個都是偏路 而是說我們要發覺神給他的特質是什麼 他的個性 他的才幹 那個詩篇告訴我們說 其實一個人在母腹中 神就已經在塑造著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 在以弗所書告訴我們 每個人 他都是神的自保 他精心去塑造的對不對 好 所以 那我們成為家長是要幫助他 在這個靈 在心靈的層面 他的內在的層面 也是有這樣子的好的發展 也不是說 我認為他該成為什麼樣的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把我們自己 以前的一些失望 投射在他們身上 然後就把他們塑造成我們想要的人 對不對 這也是錯的 因為如果他真的不是這樣的人 你這樣子反而會去阻礙到他的發展 所以我們要發覺 那神給他的一個心意是什麼 那這個層面除了幫助他們發展 我剛才講 其實我們做父母親一定會有犯錯的 一定會有做不好的 或者是我們那個 像我回頭看 我跟我太太就常常覺得說 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我們會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 其實我們 他每次這樣講 我們每次開始這樣想 兩分鐘之後 我就說不要這樣想 這樣會越想越失望 而且也沒有意義 當然我們就可以去探索 說他知道說 好我之前犯過什麼錯 但是重點是 那我們怎麼樣做修復 怎麼做人際關係的修復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 神帶領我們一些新的方式 或新的知識 或者是神讓我們自己成長了 我們以前沒有那個成熟度 怎麼知道怎麼樣去面對孩子的挑戰 那我現在有了 我現在成長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回頭去幫助他 那如果 之前來聽過我的分享的話 你們大概也知道說 我自己的很多這方面的學習 是因為我自己的孩子 有很嚴重的憂鬱症的關係 那他這 兩個孩子的一個是 非常嚴重的憂鬱 一個是焦慮 那都是到嚴重到一個程度 是一個孩子甚至幾次的嘗試的自殺 那兩個孩子都有一陣子是修學的 所以其實那個狀況是非常嚴重的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 當然他們常常就會問說 為什麼神會讓我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不好的經歷 而且也不是我要的 那我也沒做錯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好 然後而且他又阻礙到他們的一些學習 等等的 所以當然我們做父母的就會回頭想說 那到底我做錯了什麼事情 那甚至我們在一起 跟孩子在一起的時候 也會一起探討說 到底我們以前生活是什麼地方 有時候上基督徒常常就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沒有討好神 那後來我們也慢慢 更去了解神的心意的時候 也知道說 其實這不是沒有什麼討好神 神也不是這種神 這麼惡霸的神 很像你一點小過錯 他就會懲罰你一輩子 那當然不是這樣的神 神是充滿愛的神 那這個神的心意是什麼 那最近我跟孩子 他們三個孩子都在美國 然後一個一個在工作 兩個在讀大學 那因為還在美國 現在全部都基本上是封閉 他們在學校就是線上教學 所以他們其實還蠻空的 都不用開車上學什麼 所以他們就 特別是我兩個女兒 他們就很有興趣在研究 那個九種人格特質的部分 那個叫做 Enneagram 然後我就跟他們聊天在談 因為他們其實對自己的發展 也很有興趣 那時候我女兒 她就覺得她有一個很特別的啟示 她說認為她以前當然就很憤怒 我神會給她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那最近她就跟我說 她其實她了解為什麼她需要走過這一段 因為她發覺她的人格是很容易驕傲的 她說她自己是type 3 那她也知道如果她沒有這一段的話 她在學校的那種表現 因為她自己回想 她有時候她自己的態度 她說我怎麼會這樣子 有這麼傲慢的一個態度 所以她說她認識到說 她現在終於認識到說 其實她這一段是神在塑造她 她可以讓她這個很尖銳的這一角 可以讓她有好的學習 可以磨掉一些 那她也知道這個才是她的弱點 但是神還在塑造她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很難得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看到說不只這一些 其實神給我們的 藉著這樣子的一個經歷的一個教導 不論從我自己的對健康的認識 甚至我自己的健康也改善了很多 從不同的 就剛才講的這個五個方面 幫孩子重新站起來 我自己也健康很多 所以我們了解神的安排是什麼 神的心意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讓她真的是全面向的 包括心裡面的這樣子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要看到的 再複習一下是從依賴到獨立到相依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的角色也會不一樣 我們會變成從照顧者 教練到夥伴 好所以像剛才講的這個過程 我孩子很嚴重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在照顧她 因為她根本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她是憂鬱嚴重到 不是睡覺就是躺在沙發上面 那可是開始她復原的時候 我們變成是一起在探討 人怎麼樣成長 她怎麼樣改變 然後神怎麼樣在她的生命中帶領著她 所以很快的很像幾年當中 我們因為她病情的關係 從照顧者 現在比較像是教練 甚至有時候變成是夥伴 因為她在學校在讀營養系現在 所以她變成很多事情 以後她甚至她是可以教我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是我想大的一個架構 先跟大家分享 那以後我們就會一個一個 一個topic的深入的探討 那但是我想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結束的時候 也給我們大家一個提醒 做父母親的 特別我覺得是做媽媽的 給一個提醒 就是說我們也要照顧好自己 你要先照顧好自己 那你自己的照顧跟自己的成長 是你們家的健康的一個根基 我覺得 因為我們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好好照顧自己的話 第一個是孩子其實也會看得在眼裡 我們常常孩子的學習並不是說我們告訴到什麼 而是他看我們怎麼樣生活 那第二個是真的家庭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要有能力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然後先自己去感受到神的恩典 神的力量 我跟神的關係 我跟配偶的關係 這個部分鞏固了 強了 那孩子的照顧 其實我覺得是會相對的容易很多 神也告訴我們 他不是只是靠自己的那種意志力要去完成這些事情 就是自己去扛那個擔子 在馬太福音 耶穌說 不要自己去扛這個很重扛不起的擔子 而是你要用負他的惡扛他的擔子 因為神的 耶穌的擔子是輕的 是容易的 所以我想說今天你要結束的時候 我也希望為大家做個禱告 就是讓我們自己先去感受到神的力量 神的愛 神的充滿 那我們可以帶著神的愛 神的力量去照顧我們的孩子 我想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跟不一樣的結果 好 那我們一起做個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就謙卑的把我們自己擺在你面前 因為你看到我們的能力有限 你也知道我們的擔子很重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雖然是很豐富很富有 甚至覺得很安逸的一個世界 可是我們也同時看到有更多的誘惑 更多的壓力 那我們常常是不曉得該怎麼樣去面對 特別是不曉得該怎麼樣 幫助我們孩子在這個重重的危險跟壓力當中 幫助他們成長 幫助他們去找他們的路徑 所以求主這個時候 就讓我們能夠進入到你的平安當中 我們渴望心中有你平安的靈的充滿 我們渴望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靈是被你聖靈的大能來充滿 家庭給我們力量 求主你就是真的讓你平安的靈 引領著我們的心思意念 當我們看著我們的孩子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你對他的心意 我們也願意放下自己的可能一些期待 或者是我們自己的目標 而是我們拿起你對我們孩子的一個特別的個別化的一個設計 而我們是幫助他走在你的道路上面 所以求主你就這樣子的帶領著我們 也特別在座的各位家長們 求主你就給我們所有人這樣一股新的能力 新的力量 也對你的帶領 對你的聖靈有不同的敏感度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將自己敞開 邀請你來帶領著我們 將我們祷告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靈 Amen follows 還有0anha 13 Или2 imagined 讀商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